很高兴又跟大家拍个视频 让我们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首先很感谢网友对我的关注 然后是这样的 今天还是给粉丝回答一下问题 有很多粉丝他问我 我们这边培训班 有多少家庭可以学习 是这样的啊 我们这边培训班 每一样家庭都可以学 但是 如果说你要 某一样家庭 每一样家庭都有很多型号的话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因为 这个第一个 我这边主要是做一个 家庭清洗这个项目 而不是主要做培训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这边主要是实实在在的一些 分享我们自己平时的一些经验 所遇到的问题 对吧 而不是说为了冲场命 把这个场地搞得多气派啊 多大 然后还要请个女秘书啊 接待啊 什么之类的 还要搞个总经理办公室啊 这个财务办公室啊 对吧 没必要 没必要 因为大家来学习都是学干货 都是学干货 这是第二个回答 第三个啊 第三个我在之前的作品里面也有说过啊 这个 加定定器不要太多 不需要太多啊 每 每一种 每一种定器 有这个 上四款 型号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如果说 你每一种定器 你必须要把所有的型号 很多型号都搞在一起 那你想一下 加在一起就很多了 洗衣机 油印机 对吧 那水器空调就很多了 空调也分 也分 柜机 挂机 啊 云柱 都有很多了 这样的话 那你就很多了 如果说你这样的话 你在我这边学一个月 你都学不完 就算你 对吧 一个月能够学完 你能够拆完了 啊 你只是说拆 你在我这边一个月 每台定器拆一遍过去 你回去了之后 你还是一样不记得 知道吧 不记得 其实 我们 这边主要是啊 这个学习一下 精硬 包括 呃 你这个定器的一些云里 里面的结构 你知道就可以了 都是大同小异的 知道吧 定器都是大同小异的 对吧 不需要把每一台都拆过去 而且这样的话 也浪费你的时间 无论你在哪里学 就算是 你学一个月 人家定器 有 所有的 这个型号都有 你学一个月 你回去之后 也只是一个入门 也只是一个入门 因为你没有精硬 知道吧 你没精硬 就像读书一样 就像读书一样 你读出来的书 你大学毕业之后 你只是书没上的内容 你没有在词操过程中 产生很多精硬 所以说你回去之后 肯定要慢慢累积精硬 定器都是大同小异的 知道吧 你只要懂这个结构 知道这个云里 就可以了 所以说不需要 一定要有各种型号的定器 当然 当然 我也会保证 我这边肯定是 能够让你学会洗衣机 洗衣机有两款 对吧 有这个四个螺丝的 有这个一个大螺母的 对吧 还有这个空调 还有挂机 跪机 云柱空调 听话机都有 对吧 我能够让你们能够学会 这些类型的就可以了 但是不可能每一款型号 你都都还需要 我准备的话 如果说要有这么大的产命的话 我相信你也付不起这个学费 知道吧 我想帮助大家 就是用最低的价格 能够学到最好的东西 无论你在哪里学 你都只是一个入门 你不要认为这个 定器很多的 然后你就能够 你毕业之后 你就有多厉害 是一样的道理 对吧 一样的道理 然后我们今天 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